爹,这是枣泥馅料的月饼,我记得你最爱吃枣泥馅的了。 白灵秒特意捧着一块抹了红印子的月饼,点起脚来放在一块灵牌面前。 弟,你喜欢吃豆沙的,村里没找到豆沙,你试试这芝麻的吧,滋味也蛮不错的。 分完月饼后,白灵秒又重新掏出三炷香,点燃,跪在地上向着他们拜了拜,插在剩下的月饼上。 寥寥清烟,缓缓地在灵牌间飘荡,白家祠堂再一次有了香火。 白灵秒仰头看着面前的这堵黑墙,似乎在想着什么。 久久之后,脸上露出一抹笑容说道,今天月夕,我陪着大家一起过吧。 他从盘子里拿起一块月饼往前走两步,在那祠堂的阶梯上坐了下来, 看着天上明亮的月亮小口小口吃着月饼。 吃着吃着一道人影出现在他身侧,白灵秒右手一伸,把手中的月饼伸进二神的红盖头里。 紧接着他脑袋轻轻地往左边一靠,靠在了大神那红丝绸缎的衣裳上。 就这样,在这白家祠堂的外面的台阶上,两个头一模一样的女人默默地依偎在一起, 吃着同一块月饼,赏着空中同一枚圆月。 忽然远处亮起一道火光,白灵秒站起来望去, 看到了远处用瓦片石头搭起来的土窑子。 土窑子很高,比牛心村的其他屋子都高,冲天的火焰把这个窑子包裹起来, 如同一个巨大的篝火。 狗娃站在一旁的屋顶上,一边怪叫着一边拿着各种旧衣裳,往里面扔去。 月鞋就要烧土窑,白灵秒记得每年都是如此, 只是这种事情一直是村子里兄长弟弟们喜欢的,女孩子并不怎么喜欢。 看着那远处的冲天火光,白灵秒想起了自己那个一直不省心的亲弟弟。 长姐如母,家里的父母每天都有事要忙,这个弟弟基本上就是由他一人带大的。 他亲眼看着那摇篮里的小孩子,慢慢变成能跳能跑的少年, 可一切的一切都戛然而止。 对家人的思念几乎到达了顶峰,他最终颤抖地手摸向了腰间的鼓,开始敲了起来。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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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节奏的鼓声在冷清村子里响起。 白灵秒犹豫了几下后,颤抖地张开嘴唱了起来, 那忍了一晚上的泪水总算是流了下来。 他用的是悲佳的枯咽魂调,声音中仿佛蕴含着深道极致的悲惨, 四周的一切都跟着颤抖了起来。 清风哀咽魂那呜呜。 这一刻,他与那唱词产生了共鸣, 如果说之前的一切只是在仙家的逼迫下, 照葫芦画瓢的话, 他忽然间对那些班兵觉有了更高的理解跟感触。 只有家里人死得够多, 才会明白唱哭咽魂调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发现自己心中的情绪感染到仙家, 这种感觉很特殊。 甚至可以说, 现在的白灵秒至少在悲佳这块, 比当初的李志强多了, 然而这种代价, 却是白灵秒怎么都不想要的。 鼓声继续想着, 那无比凄凉的神调依旧唱着, 烟魂那, 杨氏三间为人等, 呜呜呜音思三成为烟魂爱。 都说天为宝盖的都为耻, 人好比杨氏三间浑水于, 呜呜呜。 魂过了一时烧两赏, 魂过两赏烧一时爱。 这一次轮到大神在一旁看着, 看着白灵秒唱着招魂的神调, 一缕缕音风吹过了白家祠堂大门, 吹过了大神的红盖头, 最终吹灭了白灯笼, 开始围绕着白灵秒缓缓转了起来。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白灵秒几乎唱不下去了, 可是他最终开始咬着牙重重, 敲向了腰间的鼓。 闻听烟魂落了伤心泪, 心里好似吃了苦黄莲, 有冤情烟魂你都没处诉, 有着屈情无处去喊冤哪。 阴风变得更大了, 整个祠堂内的灵牌被吹得花花直晃, 整个祠堂的瓦片也都被吹得花花直晃, 仿佛整个白家祠堂在这一刻都活过来一样。 唱着唱着一抹阴风轻轻掠过大神的裙摆, 钻入了那血红色的红盖头里面。 大神身上开始冒出一股烧焦的味道, 他颤抖地举起双手, 迟钝地向着白灵秒靠去。 喃喃。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白灵秒的心顿时一颤, 顿时不管不顾, 张开双手向着大声扑了过去。 娘。 搂着大神的那一刻, 白灵秒仿佛再次找到了依靠, 顿时把心中积攒的一切都诉说了出来。 他闭上眼睛说了很久很久, 可一直到他停下, 没有得到任何反馈。 等他顶着那通红的眼睛, 看向大神那红盖头的时候, 却得到了一个失望的结果, 当自己停下神调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走了。 我娘走的时候, 有说什么吗? 白灵秒轻声地询问道, 大神透过那红盖头, 盯着白灵秒看了很久, 最终缓缓地说道, 他不是你娘。 不,他是我娘。 我爹我爷大家刚刚都回来了, 他们都在怨我。 白灵秒摇着头大声地否决道, 大神什么话都没说, 张开双手, 重新把对方搂在怀里。 他匍匐下身子, 把白灵秒整个抱了起来, 放在怀里轻轻地摇晃着。 白灵秒睁着眼睛, 随着轻微地摇晃, 无声看着祠堂头顶上的房梁, 似乎在考虑什么。 外面的土窑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灭了, 两人就这么在黑暗的祠堂内 无声地坐着。 我如果走了, 你能帮我陪着李师兄吗? 他身边真的不能缺人。 白灵秒忽然开口说话了。 大神只是搂着他, 没有任何反应。 对不起,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甚至不能帮我家人报仇。 流泪的白灵秒 从对方怀里挣脱下来, 从怀里掏出 早已经准备好的绳子。 他走到祠堂的正中央, 把手中的绳子 向着房梁上抛去 开始系了起来。 大神跟着站了起来, 他走到白灵秒的身后 抱着他纤细的小腿, 协助他完成接下来的步骤。 当大神轻轻地放下手来后退一步, 瞬间绳子绷紧的支嘎声, 还有那无法控制的吸气声 开始响起。 大神无视了这些声音, 默默绕到祠堂台阶前 重新坐了下来, 继续赏着空中的圆月。 他那红盖头的后面 是白灵秒那 轻微摇晃的小白鞋, 而小白鞋的后面 是那漆黑 如同一堵黑墙般 密密麻麻的王者排位。